看看新闻网 另外电视剧方面 在炙手可热的结婚 潜规则 还有产科男医生 美人制造等等当中 也是轮番刷脸 三十而离 马苏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是一路狂奔 其实内心深处 就再强大的女人 她也是个女人 所以马苏可能最渴望的 还是一份真挚的爱情 来看一下 对 其实我也要 检讨一下我自己 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你看我一直都是在路上 所以现在也在规划着自己 让自己放慢脚步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跟渴望经营生活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与马苏的言谈之间 她的真实和善解人意 一于言表 我做你男生 我有一个信息吗 是 我觉得应该吧 你现在有这种 所以赶快呀 赶快来呀 赶快出现呀 好心急呀 咱们的马苏的真爱 到底在哪里呀 没想到时隔半个月 就记者在机场拍到了 疑似马苏新恋情的证据 尽管戴着口罩和棒球帽 但是马苏在人群中 还是显得很扎眼的 身边这位人凶的功劳 可不可小觑 瞧着亲密的小眼神 还时不时地拍拍马苏的胳膊 不得不让人疑惑 此人就是马苏的新男友了 眼前的网友 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 没错 他就是张电伦 马苏的哈尔滨老乡 生于1984年 比马苏整整小了三岁 有知情人士透露 二人相识于电影《黄金大结案》剧组 此后张电伦就走上了 追求马苏的不归路 两人机场碰头之后 马苏随助理先行离开 张电伦乘坐出租车 紧随其后 最终停在马苏当晚的居所门外 如此一来这场地下姐弟恋 几乎就可以坐实了吧 就在这时 马苏的经纪人发话了 我们就是朋友关系 这个你们想多了 就是朋友关系 我是没有听说他有在谈恋爱 他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 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 玩这个都不是真的 看来又要让关心马苏的粉丝 问空欢喜一场了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祝福马苏姑娘 早日找到真爱 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 好了不管是谁祝福为主啊